发现悟空虽然越活越像个赛亚人 背吉他越活越像个地球人 但是在人气方面上 悟空却始终比背吉他高 因为在超赛形态的数量上 悟空足足有18种形态之多 背吉他只有14种形态而已 其中包含了同人系列的形态在内 首先寄王拳在单独使用的情况下 不属于超级赛亚人的范围 所以没有把寄王拳形态算入在内 而拟太形态也不是完整的超赛 因此也将其排除在外 所以第一种是超一形态 这个形态悟空和背吉他都能掌握 第二种是超一机又暴涨形态 背吉他同样也领悟出这个形态 第三种是超三形态 因为鸟叔敌力不足的原因 只能维持悟空一人当地变成超三 背吉他则无法领悟超三形态 但是在同人系列中 背吉他弥补了遗憾 第四种是魔人形态 只有背吉他内心存在邪恶的一面 所以才会被把比比魔化 但也因此让背吉他独自获得了这个形态 第五种是超四形态 龙珠居滴中悟空和背吉他都能掌握 第六种是超五形态 这个形态在龙珠AF中出现 率先是悟空的三儿子宰寇领悟 悟空则是第二个领悟 悟犯则是第三个领悟 背吉他则是第四个领悟 第七种是超神形态 先是悟空率先领悟 随后才是背吉他领悟 第八种是超蓝形态 悟空和背吉他同时领悟 第九种是超蓝加寄王拳形态 因为背吉他没有学会寄王拳 所以只有悟空一人能领悟 第十种是自在击功模式 同样只有悟空一人能领悟 第十一种是深蓝形态 因为无法领悟自在击功 为了弥补被吉他实力上的差距 所以让背吉他单独领悟这个形态 第十二种是不坏神形态 深蓝和自在击功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让背吉他尽快赶上悟空的步伐 所以背吉他很快又领悟新形态 于是出现了步外神形态 只有背吉他一人能领悟悟空不行 第十三种是超蓝暴走形态 因为被邪恶之气入侵的原因 对于高傲的背吉他来说 是不会让邪恶之气控制自己 于是背吉他不但没有被控制 反而将邪恶之气占为己有 因此独自领悟出超蓝暴走形态 第十四种是神之领域的超市形态 居地中的悟空和背吉他都能掌握 第十五种是超蓝第三阶形态 这个形态背吉他在同人中领悟 悟空也是在同人中领悟 第十六种是超蓝第四阶形态 所有同人系列中看到悟空领悟过 目前还没发现背吉他有这个形态 第十七种是超赛神形态 在动漫大乱斗中悟空和背吉他 在突破限制气候都能领悟 最终还合体层超赛神悟吉他 是目前一支悟吉他最强的形态 即便是白神悟空和步外神背吉他合体 又或者是悟吉他和步罗利三人合体后 实力上也不如超赛神悟吉他强大 算到这里背吉他掌握了14种形态 而悟空则是掌握13种形态而已 但是接下来就是拉开距离的一次了 因为背吉他人气不如悟空的原因 很多同人都只出现悟空之后的形态 背吉他也只能是羡慕的份了 第18种是自在激攻第三阶模式 这个模式背吉他无法领悟 第19种是超七形态 同人中也没见背吉他领悟这个形态过 第20种形态是超时形态 同样只有悟空能领悟 第21种是超时加戒王拳 因为超时的悟空已经属于繁住 模样上已经和大猩猩很相似了 所以身体的承受能力已经很强大了 因此能在超时形态上还能用戒王拳 第22种是超一百形态 这已经是龙珠中所能达到的形态极限了 也只有像悟空这种拥有主角光环的人 才能领悟出超一百形态 因为背吉他始终都是万人老二 所以再这么努力修炼 前面的形态或许都能领悟 但唯独超一百只有悟空能领悟 毕竟最强的人只能有一个 由此可见在震动龙珠儿童人系列中 足足存在22种超赛形态 悟空凭借超高的元气 就领悟了18种形态之多 而背吉他只有14种而已 悟吉他至今已经有9种形态 首先是常态状态的悟吉他 登场于布罗利巨长版 只不过常态悟吉他的实力 在当前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所以还没开打几分钟 悟吉他就变成了超赛状态 和超赛悟吉他首次登场于邪念波巨长版 这里的悟吉他一本正经的严肃 刚开始一招闪电拳攻击 随后又是简单的膝盖二连击 最终凝聚一颗七彩小丸子 直接将邪念波打败 如此干净利落还真的让人怀疑 这个悟吉他还不会是假的吧 而我们也知道常态的赛亚人 变成超赛后战斗力提升50倍 根据超赛悟吉他可以压制超赛普罗利 再结合超赛普罗利可以玩虐王金弗利沙 而王金弗利沙在力量大赛上 同样被剑西布外神托破压制 得出超赛普罗利的实力 拥有剑西布外神的实力 那么超赛悟吉他的实力 就达到了正式布外神的战力 随后普罗利变成超绿色形态 战斗力已经远超剑西布外神 并且在正式布外神战力中 普罗利也能排在前列 结果还是被超然悟吉他压制 说明超然悟吉他的战力 属于顶尖布外神的水准 这里大家就猜测超然悟吉他 能否打败布外神比鲁斯 首先大家要知道一点 比鲁斯掌握布外神的力量同时 也掌握天使一族的神之际 光是布外神的力量 比鲁斯就是最强布外神 配合半步自在机攻 比鲁斯已经超越了布外神的层次 战力无限接近剑西天使 所以超然悟吉他还不是比鲁斯的对手 但是可以肯定超然悟吉他 可以打败比鲁斯之外的其他布外神 谁又是超四悟吉他 实力之强碾压超级一星龙 从时间上看 这是悟吉他第二次登场 就是这场战斗让悟吉他成功封王 成为大家口中的逼王 因为悟吉他有实力两招秒杀超级一星龙 但是悟吉他非要戏弄超级一星龙 把超级一星龙的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 这简直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所以悟吉他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眼看即将能杀死超级一星龙的时候 悟空和悟吉他解体了 随后是深蓝形态的悟吉他 首次登场于龙珠英雄 对手是眉红第三阶段的扎马斯 不得不说扎马斯的潜力很高 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光靠自己就能领悟眉红第三阶段 并且能披迫悟空和悟吉他合体 合体后还需要深蓝悟吉他才能打败 扎马斯水派游泳了 而深蓝之后的形态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白神悟吉他了 只不过白神悟吉他的实力太强 即便在龙珠英雄中还不是登场的时候 因为白神悟吉他的实力 已经拥有剑袭天使的水准了 即便是比鲁斯也打不过白神悟吉他 紧接着是三合体的超蓝悟吉他 因为对手是黑化后的大神官 即便悟空和悟吉他合体 也不敢说是大神官的对手 正巧布罗利已经加入悟空的队伍 于是悟空和悟吉他合体成悟吉他后 又找到布罗利进行了三合体 最后就是超赛神悟吉他 是由超赛神悟空 以及超赛神悟吉他合体而成 随后为了免疫案黑红西 超赛神悟和奇遇合体 名字应该叫做悟奇遇 实力之强已经超越了拳王和大神官 拳魔在悟奇遇面前完全没有抄架之力 足以见得悟吉他逼王之名不是浪德虚名 龙珠中彼克作为第一位登场的反派 直到龙珠头力量大赛的结束 彼克在实力的提升上只有四次 第一次是为了帮助武范抵挡攻击 导致彼克迎来了第一次死亡 但是彼克却因此前往戒王新修炼 虽然一开始彼克自作清高 看不上戒王的修炼方式 可当彼克和亚木查等人接触后发现 自己原本可以轻易碾压他们 没想到戒严合力后居然可以压制自己 这样彼克意识到戒王的修炼 对实力的提升确实有帮助 于是放下身段和戒王开始修炼 第二次是在纳美克星上 彼克遇到即将死去的内陆 内陆为了成全彼克 于是和彼克进行了同化 这样彼克的实力再次提升 已经可以和第二形态的弗力杀对抗 第三次是在杀戮片中 因为人造人强大到无法对抗 彼克他算和天神进行融合 而天神和彼克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当两人合二为一后的实力 已经超越刚变成超赛的贝吉他 因为此时的彼克已经可以和杀戮对抗 第四次是因为杀戮变成完全体 即便是悟空也不是对手 于是提出进入时光屋修炼 可以看到在时光屋中 彼克并借分身之术自我对抗修炼 出来后的彼克实力大涨 然而这却是彼克最后一次提升实力了 因为在魔人不遥片中 彼克完全是一个打将尧的人 面对只为装逼的戒王神 彼克直接宣布验疏 随后追击巴比迪的过程中 更是被达布拉的口水变成石头 整个不遥片中彼克唯一的作用 就是教导孙怒天和特南克斯 直到龙珠超彼克也只是负责经理杂鱼 在和第六宇宙的比赛过程中 彼克对战弗罗斯特时 居然会被压制掉的 虽然弗罗斯特和弗利莎是同一个种族 但是从弗罗斯特的形态上看 也就和弗利莎的第四形态避美 结果彼克最终却输给了弗罗斯特 当彼克和武范的神范形态切磋时看到 彼克其实并不是神范的对手 而神范形态也不是超篮的对手 可见彼克的实力比超篮弱 但是随着力量大赛的举办 以及摩罗篇的战斗经历 彼克目前的实力已经可以和超篮媲美了 但是超篮放到现在的龙珠 打不过格兰诺拉 更打不过加斯 所以说彼克是战武渣也不为过 但是在2022年剧场版中 我们看到彼克将迎来第五次提升 而我们也知道像赛亚人实力的提升 都是头发颜色的改变 弗利莎实力的提升是形态模样的变化 但是像彼克前四次实力的提升 无论是模样上还是颜色上都没有一次改变过 但是在这次剧场版中 我们却看到彼克在颜色上终于有了历史性的第一次改变 暗黄色的皮肤说明彼克这次提升 事事无全力的加强 再加上这次剧场版的时间线 是在补欧篇结束的十年后 这么长的时间提升基础战斗力 再配合这次颜色上的突破 不难猜测彼克已经拥有部外神战力 只不过却是属于比较垫底的水准 也就相当于深蓝贝吉塔的实力 毕竟这些年彼克很少参加战斗 即便参加也只是负责精力茶余 无法像悟空和贝吉塔一样 只要有战斗都是站在前线 所以悟空和贝吉塔的实力 几乎是没打完一个反派 实力都是提升一个大段位 像比克这种有提升就不错了 所以从比克在力量大赛上的表现 再加上摩罗篇的表现来看 剧场版中比克的新形态 最多拥有深蓝的战力就是上线了 合体可以说是龙珠的最强bug 因为没有合体解决不了的敌人 也在正统的龙珠系列中 都看逆了悟空和贝吉塔的合体 难道其他人就不能进行合体吗 今天就来说说 龙珠中其他人物的各种合体形态 第一位是琪琪和布玛的合体 都知道撒野人是怕老婆的种族 当布玛和琪琪合体之后 不用说肯定能吊打贝吉特和物吉塔 第二位是亚木茶和天津饭的合体 都知道龙珠到了后期 亚木茶已经被边缘化了 即便是天津饭的作用也不大了 要想再次能起到作用 只能通过合体这个办法 所以两人合体后的模样 出现了亚木茶的刀疤脸 以及额头上出现了天津饭的第三只眼 因为合体的方式是融合 所以名字叫天津茶 第三位是悟空和贝吉塔合体 只不过此时的悟空是超神第四阶 贝吉塔则是超蓝第四阶 当两人进行合体之后 变成了超赛神物吉塔 实力比起维斯还要强大 第四位是悟吉塔和贝吉特合体 都知道这两人在龙珠中 都被称为烂王和鼻王 当这两人进行合体之后 在龙珠世界可以横着走了 第五位是贝吉塔和比鲁斯的合体 都知道比鲁斯是最强部外神 实力已经达到半部剑袭天使水准 而贝吉塔已经领悟自我机翼 又因为贝吉塔拜师比鲁斯的原因 算起来和比鲁斯有师徒关系 当两人进行合体后 实力足以达到剑袭天使的水准 而合体后继承了比鲁斯的肤色 以及贝吉塔的高额头 名字叫做贝吉斯 第六位是孙悟空和孙悟范合体 当初在魔眼部欧片的时候 悟空和孙悟范差点就合体成功了 结果却因为意外错失了复制合体 但是在同人中弥补了这个遗憾 悟空和孙悟范合体后 因为孙悟范是神范形态 所以合体后的模样头发是乌黑色 第七位是贝吉塔和特南克斯合体 未来的特南克斯已经长大 各自也和贝吉塔相差不大 当两人合体之后紫色和黑色的头发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帅气 第八位是孙悟范和比克合体 都知道在龙珠中经常调侃 比克才是孙悟范的亲爹 所以两人也算是副子合体了 只不过合体后的模样有点辣眼睛 第九位是弗里莎和吉扭合体 都知道在龙珠中几乎都是好人合体 很少看到有反派进行合体过 所以当我们看到弗里莎和吉扭合体后 造型上看还是非常的帅气 第十位是悟空和大神官合体 都知道大神官是目前已知的最强人物 而悟空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强人类 当这两个人进行合体之后 可以说即便是拳王的橡皮擦能力 估计都无法将合体后的两眼抹除 只不过孙悟空和大神官合体 名字上就不是很好取了 第十一位是维斯和大神官合体 都知道维斯是大神官的儿子 虽然维斯的实力不如大神官 但是却能轻易制服比鲁斯 再加上两人是父子关系 合体后的实力会更加强大 而最重要的还是合体后的名字 是叫大神师还是维斯大呢 第十二位是超兰贝吉特和比鲁斯合体 超兰贝吉特的实力和比鲁斯差了一截 而比鲁斯的实力和维斯同样差了一截 那么当贝吉特和比鲁斯合体后 实力也已经有见习天使的水准了 第十三位是超兰贝吉特和拳王合体 都知道拳王乃是众神之助 但是在战斗力上却很弱 只有橡皮叉能力很强 然而当拳王和贝吉特合体后 就弥补了在战斗力上的不足 再加上橡皮叉的能力 这样的合体感成无敌了 第十四位是维斯和贝吉他合体 贝吉他领悟自我机翼 而维斯则是自在机攻 当两人进行合体之后 就是两种技能的融合 既有了自我机翼的超强攻击 又有了自在机攻百分之百的闪躲 最后是两位拳王之间的合体 都知道因为悟空的原因 导致未来世界的拳王来到了现代 原本一个拳王就已经够厉害了 没想到又被悟空带回了一个 所以当两位拳王进行合体之后 万能橡皮叉能力将会得到加强 那么即便是大神官 拳王都可以抹除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用耳环合体 合体后的名字还叫悟天克斯吗 都知道龙珠中的合体有两种 最开始是姿势融合 紧接着是耳环合体 悟空和贝吉塔用姿势融合后叫悟吉塔 通过耳环合体后又叫贝吉特 而故事的时间线发生在力量大赛期间 悟空邀请17号去参加力量大赛 于是让孙悟天和特南克斯保护小岛 这天特南克斯和孙悟天日常巡逻 特南克斯抱怨这里实在太无聊了 这时孙悟天突然想到几只小沙鲁 也不知道这几只小沙鲁是如何活到现在 只见孙悟天和特南克斯打算让眼前的三只小沙鲁帮助自己修炼 三只小沙鲁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 这让孙悟天很是高兴 很快众人就来到一处没有动物的地方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严阵一带 毕竟对手可是三只小沙鲁 突然让特南克斯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其中的一只小沙鲁竟然吸收了另外两只 看着眼前散发出惊天气势的小沙鲁 孙悟天打算和特南克斯进行融合 另一边克林的女儿马伦好像想到了什么 原来悟空为了预防地球出现紧急危机 事先将耳环交给马伦以备不时之需 只见马伦将耳环扔给孙悟天和特南克斯 有了耳环两人的自信心瞬间大涨 于是在小沙鲁的目光下我们看到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首次通过耳环进行合体 不得不说耳环合体的悟天克斯更加帅气 让小沙鲁来一场不需此行的战斗吧 于是两位合体战士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这时孙悟天克斯询问小沙鲁合体是否有时间限制 结果小沙鲁的合体时间想维持多久都可以 并且这个合体技能练习了很久才掌握 孙悟天克斯也被小沙鲁的合体吓到了 了解基本情况后两人不再废话 小沙鲁爆发出无比惊人的气息 孙悟天克斯同样不甘示弱 可没想到就要开打的时候却被马伦打断 马伦告诫两人这场战斗只是修炼 而不是斗格尼死我活 并且马伦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今的孙悟天克斯叫什么名字呢 只见特兰克斯觉得这个名字以前用过 为了有点心意于是叫做特兰天 特兰天觉得这个名字很不错 但是马伦觉得也就不算难听 而马伦也将眼前的合体杀戮称为小沙鲁 这时马伦也知道特兰天合体有时间限制 坦言自己不再打扰两人战斗 于是小沙鲁和特兰天的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小沙鲁和特兰天朝着对方彼此冲去 两人的拳头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这时特兰天踢出一脚被躲开 而小沙鲁趁机一个蓄力 居然让两个肩膀上涨出利刺 突然特兰天闪现到小沙鲁的面前 面对特兰天的拳头小沙鲁再次躲开 突然特兰天的拳头被小沙鲁握住无法挣脱 随后小沙鲁对准特兰天的脸蛋来了一拳 小沙鲁还真是一点都不留情 特兰天的脸蛋上传来阵阵剧痛 但很快特兰天就还给小沙鲁一脚 紧接着特兰天凭借气势 就将小沙鲁正飞了出去 只见小沙鲁的身影狠狠砸入大山之中 但是特兰天觉得小沙鲁并没有拿出权力 很快特兰天就来到小沙鲁的面前 还没缓过来的小沙鲁又挨了一拳 直接从山的这头飞到山的另一头 反观此时的特兰天已经已经逐渐进入状态 坦言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于是我们看到小沙鲁面对特兰天的猛攻 逐渐落入下风根本难以还手 连续被殴打的小沙鲁也是有三分怒气 只见愤怒的小沙鲁双手凝聚小丸子 特兰天见状赶紧让小沙鲁住手 因为小沙鲁凝聚的龟派气功 威力足以将这个小岛毁炼 知道无法让小沙鲁停下 特兰天只能飞到空中避免大波波及小岛 很快小沙鲁的龟派气功就暴射而出 就连特兰天也震惊这个攻击威力不错 只见龟派气功已经飞出地球大气层 但是特兰天却发现自己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是因为小沙鲁第一次施展打天了 这时特兰天从空中回到地球 看着眼前一脸呆住的小沙鲁 随后特兰天直接怒骂小沙鲁到底想干嘛 刚才的攻击可是能毁灭这座小岛 要知道特兰天的任务是保护小岛 要是17号回来发现小岛被毁自己就惨了 于是特兰天打算第二次较量 小沙鲁也打算拿出权力 说完小沙鲁单手凝聚一个大波扔向特兰天 被烟雾遮住视线的特兰天刚驱散浓烟 小沙鲁就已经来到面前一头撞飞特兰天 只见特兰天的身影从空中狠狠砸到地面 但是对于特兰天来说不通不谣 反而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见到的实力 这是特兰天让小沙鲁爆气吧 因为接下来要展示只有自己才会的招数 小沙鲁听到后很期待 特兰天让小沙鲁别被吓到 说完特兰天一声怒吼 原来特兰天所说的招数就是变成超赛 看到这一幕的小沙鲁并没有被震惊到 坦言超级赛亚人已经烂大街不算新鲜了 说完小沙鲁同样一个暴气散发出金色气场 看到这一幕的特兰天反而被震惊到了 没想到小沙鲁居然也能变成超赛 与此同时在撒旦的别墅里 我们看到正在熟睡的胖不欧终于醒来 醒来的胖不欧第一时间就是寻找撒旦 刚睡醒的胖不欧走出放假觅食 很快就看到让自己流口水的东西 这时撒旦听到动静闻声而来发现了胖不欧 只见胖不欧拿着蛋糕满嘴都是口水 这时撒旦告知胖不欧悟空等人都出发了 胖不欧让撒旦别急等会还能赶得上 但是撒旦告知不欧太迟了 现在的悟空都不知道身在何处 胖不欧也疑惑是谁顶替了自己的位置 撒旦告知胖不欧是一个叫弗利萨的家伙 并且撒旦觉得弗利萨的实力并不强大 为了让胖变得更强撒旦让胖不欧去修炼 但是撒旦想到现如今的地球 好像没有人能陪胖不欧修炼 但是胖不欧能感知到现在的地球上 有两股强大的气息存在 于是胖不欧带着撒旦 朝着特兰天和小沙鲁所在的方向飞去 反观此时的小岛上 特兰天已经变成超二形态 没想到小沙鲁同样能变成超二 马轮作为观众静静地看着两人激烈的战斗 特兰天没想到小沙鲁如此强大 同样是超二形态自己居然不是对手 于是特兰天打算进一步突破 不出意外超三特兰天即将登场 如果当初被送到地球的人是贝吉塔 拉蒂兹依然是入侵地球的敌人 原本是贝吉塔和那把入侵地球 变成悟空和那把入侵地球 大家觉得拉蒂兹能存活几分钟 悟空是否能打败贝吉塔呢 故事的开始是从贝吉塔和布马相遇 随后两人踏上寻找龙珠的旅途 贝吉塔以一己之力施展王子战法 成功把红断带军团剿灭了 紧接着贝吉塔又放出一个大伯 打败了妄想抢夺龙珠的比拉夫三人组 就连比克大魔王面对贝吉塔都感到恐惧 即便比克大魔王恢复年轻也被轻易打败 贝吉塔就是满级大佬来到新手村猎彩 就这样时间飞逝转眼过了三年 此时的布马已经比贝吉塔高一个头了 突然乌龙哈哈大笑询问贝吉塔 你的额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乌龙的话让贝吉塔有点紧张 毕竟是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 于是放出狠话让乌龙赶紧闭嘴 布马看出贝吉塔还是和三年前一样 面对布马的直视贝吉塔有点脸红啊 很快天下第一舞蹈会已经开始 贝吉塔的对手则是陶白白 此时的陶白白内心很慌乱 面对贝吉塔只能用一些手段 只见陶白白快速闪现 目标竟然是擂台外的布马 有了人质陶白白感觉自己要翻盘了 让贝吉塔最好不要乱动 否则自己就会杀死布马 看到这一幕的贝吉塔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原来陶白白在此之前调查过贝吉塔 发现布马是贝吉塔的男朋友 听到这话的贝吉塔有点脸红 瞬间觉得有一层纸被捅破了 虽然贝吉塔一口否决 但是神情已经出卖了贝吉塔 远处的雅木茶听到陶白白的话 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 这时贝吉塔朝着陶白白伸出手指 只听见砰的一声 陶白白的一条手臂瞬间被炸成粉碎 随后贝吉塔笑着对陶白白说道 下一次攻击就打爆陶白白的脑袋 听到这话的陶白白被吓得瑟瑟发抖 于是急忙松开布马逃离舞蹈会 这时贝吉塔有些生气 然而却不是生陶白白的气 而是责怪布马要陷入多少次危机 才能让自己安心啊 听到这话的布马瞬间不高兴了 刚才的事情又不是我的错 可突然贝吉塔说了一番别有用心的话 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布马表白 听到这话的布马也是很震惊 询问贝吉塔这是向我求婚吗 本以为布马会破口大骂一番 没想到布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贝吉塔觉得事情好像往别的方向发展了 赶紧和布马解释自己刚才不是这个意思 可没想到裁判突然来了一波助攻 宣布贝吉塔竟然要结婚了 这下子贝吉塔是彻底洗不白了 最终贝吉塔也放弃解释了 反而觉得这样的结果也不错 反倒是雅木查无比的伤心 还好有克林在一旁安慰 这时舞蹈会已经来到白热化阶段 擂台上出现一只巨大无比的断臂 而断臂的主人正是比克二世 比克震惊贝吉塔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所有人都在为贝吉塔加油助威 只有雅木查还在伤心没能走出来 反观比克认清自己和贝吉塔的差距后 觉得自己无法为父报仇了 可这时贝吉塔居然开口要放了比克 让比克变得更强后再来找自己 看到这一幕的天神着急了 让贝吉塔赶紧动手 但是贝吉塔知道天神和比克是共生关系 这也是为何会放走比克的主要原因 最终比克没有死磕到底离开了舞蹈会 于是贝吉塔成为这场舞蹈会的冠军 地球也因此迎来了和平时光 时间飞逝转眼就是五年后 如今的布马和贝吉塔已经有了孩子 龟仙人和克林看到布马有了孩子很开心 在布马的教育下孩子很有礼貌 主动问好说出自己的名字叫特南克斯 这时克林偷偷询问贝吉塔 特南克斯的尾巴窃掉了吗 突然贝吉塔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发现有一股强大的气症朝着这边靠近 但是和自己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些 贝吉塔疑惑这股气难道是比克 反观克林和龟仙人实力较弱 根本没感知到这股强大的气息 很快众人就发现空中有一道身影在靠近 看着这熟悉的身姿以及媲美超三的头发 不用想也知道来人正是悟空的大哥拉蒂兹 拉蒂兹刚登场刚和贝吉塔说完第一句话 贝吉塔就突然出手将拉蒂兹双手轰飞 砸入海里的拉蒂兹趁机放出一个大波 贝吉塔见状没有慌乱同样放出一个大波 最终两个大波相互抵消 拉蒂兹看到自己全力的一击竟然被化解了 于是借助海水的隐藏赶紧逃跑 但是贝吉塔可是学会了对气的感知 于是贝吉塔朝着拉蒂兹的位置扔出大波 海里的拉蒂兹很是疑惑 贝吉塔是如何发现自己的 这是因为拉蒂兹的大意被一个大波击中 导致拉蒂兹不得不露出水面 结果贝吉塔揪着拉蒂兹的头发 将拉蒂兹从水中拽了出来 紧接着贝吉塔一脚踢出 成功将拉蒂兹送回陆地 但是拉蒂兹依然没有倒下 震惊贝吉塔在如此弱小的星球 实力依然可以达到精英级别 但是拉蒂兹依然有恃无恐 因为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传给自己的同伙 然而贝吉塔丝毫没有担心 反而单手放出一个大波 拉蒂兹的身体直接被大波贯穿 拉蒂兹登场不到十分钟就领盒饭下线了 与此同时在茫茫宇宙中的某个角落 奈巴已经得知拉蒂兹被杀死的事情 但是令奈巴更为生气的是 身为塞亚人王子的贝吉塔 如今居然和人类如此亲密 而贝吉塔也从拉蒂兹的探测起 听到那巴刚才说的话 并且那巴告知贝吉塔 自己三个月后就会抵达地球 贝吉塔觉得不能立马杀死那巴有点可惜了 可突然探测器中又传来另一道声音 而这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悟空 此时的悟空很是嚣张 坦言贝吉塔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自己会好好教贝吉塔什么是真正的战斗 反观贝吉塔光从声音的语气 就可以得知悟空和之前的敌人有些不一样 说完悟空就结束了贝吉塔的通话 这时那巴吐槽悟空 下级战士要给精英战士上一课吗 结果等待那巴的是悟空的拳头 悟空放出狠话 下次再这样说就杀了你 吓得那巴赶紧和悟空道歉 很快悟空就和那巴出发前往地球 与此同时在归仙屋 贝吉塔和众人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但是对于三个月后的危机 贝吉塔一点都不担心 坦言由自己一个人来解决 很快三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悟空和那巴终于抵达地球 看着地球悟空已经有点兴奋了 这时悟空和那巴发现远处 有一群战武渣正朝着自己走来 觉得烦人的悟空单手凝聚一个小丸子 随后朝着人群的方向扔去 随后一声巨响传来 悟空和那巴所在的城市瞬间变成焦土 但是悟空并没有继续破坏下去 而是先打算解决掉贝吉塔再毁灭地球 这时悟空通过探测器得知 贝吉塔正朝着这里飞来 并且探测器得出贝吉塔的战斗是3500 对于这种货色悟空都不想亲自出手 而是把贝吉塔直接交给那巴 这时悟空打算朝着贝吉塔的方向飞去 毕竟在这里等塞亚人的王子有点不适 于是悟空和那巴朝着贝吉塔的方向飞去 反观此时的贝吉塔也已经察觉到了 并且感知到悟空和那巴的气息很强大 贝吉塔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兴奋 很快三人就在一处无人的荒野相遇了 不得不说贝吉塔虽然是塞亚人的王子 但是个头却是塞亚人里最矮的一个 战斗打响之前贝吉塔询问悟空 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结果等到的却是悟空的吐槽 悟空觉得此时的贝吉塔好像一个小鬼头 随后告知贝吉塔自己来地球的目的 就是为了教训一下不争气的塞亚人王子 听到这话的贝吉塔没有生气 反而因此得知自己的身份是件好事 突然贝吉塔无比愤怒地说道 自己是在地球上长大的地球人 所以无论如何要杀死悟空和那巴 悟空听到这话有些愣着 于是派出那巴去对付贝吉塔 因为那巴的战斗力是4000 正好可以试探贝吉塔的实力 此时的那巴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脸上的笑容已经觉得这场战斗十拿九稳 可突然贝吉塔一声怒吼开始爆气 强大的气息从贝吉塔的体内爆发 悟空震惊地发现贝吉塔的战斗力 已经达到8000随后又来到9000的程度 反观那巴比悟空还要震惊 因为贝吉塔的战斗力已经破万了 这时贝吉塔的爆气终于结束了 悟空发现贝吉塔此时的战斗力 已经达到13000的水准 此时的那巴才意识到 贝吉塔可以控制战斗力的强弱 原本自信满满的那巴 如今表示自己打不过贝吉塔 于是看向身后寻求悟空的帮助 但是悟空却不动于衷 反而让那巴赶紧上 听到这话的那巴说话都结巴了 这时悟空有些不耐烦了 事宜那巴难道想逃跑丢脸呢 横竖都是一死的那巴左右横梁利比 最终那巴一声怒吼 坦言自己可是精英战士 随后选择对贝吉塔出手 结果贝吉塔简单踢出一脚就击中那巴 那巴的身影直接飞到悟空的身后 这时贝吉塔从悟空的身边经过 贝吉塔回头一看 发现悟空竟然没有阻拦自己 于是贝吉塔就朝着那巴冲去 看到来势汹汹的贝吉塔 那巴伸出自己的小手指放出经典招数 随后贝吉塔所在的位置发生剧烈的爆炸 看着浓烟那巴不确定贝吉塔是否被打败了 然而有烟无伤已经告知我们答案 只见贝吉塔不知何时出现在那巴的身后 那巴转过身来踢出一脚挥出一拳都被躲开 反倒是贝吉塔一拳成功打脸那巴 随后又是第二拳成功击中那巴 可见那巴面对贝吉塔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突然那巴对准贝吉塔张开大嘴 只见那巴的嘴中开始凝聚能量 贝吉塔见状没有闪躲而是进行爆起 只听见一声巨响传来 远处的悟空却看出那巴的攻击 竟然被贝吉塔用气势反弹回去了 果不其然当烟雾散去后 看到贝吉塔安然无恙 反倒是那巴坐在地上伤痕累累 此时的那巴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 随后呼喊悟空的名字 让悟空看一看高傲的赛亚人 战死的瞬间是怎样的 说完那巴就朝着贝吉塔冲去 当那巴靠近贝吉塔时引爆后背隐藏能源 随后贝吉塔所在的位置瞬间烟雾弥漫 但是当烟雾散去后看到贝吉塔并无大碍 只不过贝吉塔震惊那巴居然会选择自爆 这时悟空从天而降直接让那巴死无全尸 悟空手握那巴的零件说道 这样的死法对于那巴来说很光荣 都知道弗利萨父子来到地球复仇时 是因为有未来特兰克斯的原因 才能在悟空归来之前轻松解决危机 可要是没有未来特兰克斯的帮助 面对弗利萨父子的寻仇 贝吉塔等人是否能坚持到悟空归来呢 只见库尔德王询问弗利萨 真的要花三个小时后等悟空归来吗 弗利萨坦言这是当然的了 只不过在此之前先把所有人类杀死 远处的贝吉塔告知众人这个世界要完蛋了 另一边弗利萨让手底下的小兵出发 去杀死地球上的所有人类 看到这一幕贝吉塔嘴角微笑 坦言这种做事风格确实是弗利萨无疑 这时天津犯打算先解决掉这些杂兵 为了避免被发现必须减少对气的使用 说完天津犯和克林等人朝着四处飞去 反观这些杂兵通过探测器 终于找到一座城镇 可就在这时一名小兵突然被攻击 随后发现出手之人正是克林和孙悟反 与此同时在西部这边同样有一群小兵 带头的小兵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脖子 随后这些小兵就像骂斩一样 被两只伸长的手臂直接戳爆 反观在南部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两名小兵还没反应过来就领盒饭了 而出手之人正是天津饭和饺子 至于东部这边的情况有些不妙 这些小兵已经混入人群之中 并且前来阻止的人也只有雅木茶 只见雅木茶重操就业搓起了丸子 随后凭借操气弹的精准打击 将混入人群中的小兵全部杀死 与此同时孙悟饭感应到雅木茶的气息 贝吉塔直接怒骂雅木茶是个傻子 因为施展操气弹的原因已经暴露 如今再想攻气不备已经不可能了 拥有精良装备的弗利萨军团 已经探知到有几股战斗力破5000的气息 各自解决完砸兵的天津饭等人开始会合 这时比克打算先拖住弗利萨 让其他人重新部署一下作战计划 远处的天津饭此时很无奈 没想到自己等人惹出的麻烦让比克一人承担 只见比克朝着弗利萨快速冲去 但是比克没有偷偷进行而是大喊一声 还没靠近弗利萨就已经被发现了 导致比克的攻击被轻松躲开 反观弗利萨普通的一拳击中比克 随后又是一脚直接让比克丧失意识 眼看比克即将被弗利萨杀死的瞬间 亲儿子孙悟饭及时打断弗利萨 但是孙悟饭哪里是弗利萨的对手 不但被弗利萨擒住还即将被弗利萨杀死 就在这时悟空突然出现让弗利萨助手 看到自己心心念旧的悟空 弗利萨的攻击对象瞬间变成悟空 看着悟空所在的位置被自己轰炸 弗利萨坦言现在的悟空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 库尔德王一或悟空难道已经被杀死了 但是了解悟空实力的弗利萨知道悟空还没死 随后弗利萨将悟饭当成人质 威胁悟空再不出现就杀死悟饭 就在这时哑慕查突然朝着弗利萨冲去 施展了自己的成名绝技狼牙风风拳 哑慕查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临 但是也紧紧将孙悟饭救下 很快就变成帅不过三秒的下场 弗利萨坦言自己倒计是三秒钟 如果悟空再不出现自己就杀死孙悟饭 结果孙悟饭却告知弗利萨 刚才的悟空是普亚鲁变的 难怪哑慕查会突然暴怒冲向弗利萨 得知自己被骗的弗利萨瞬间大目 直接凝聚大波要杀死孙悟饭和雅慕查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弗利萨却被突如其来的大波轰飞了 震惊的库尔德王看向大波射出的方向 发现出手之人正是悟空 原来悟空是通过瞬间一动提前赶回来了 看到悟空归来众人很是高兴 随后悟空告知众人自己当初感知到情况 发现悟饭等人还能应付过来 所以由于要不要提前回来 不知道情况的弗利萨很是震惊 询问悟空为什么能这么快就赶回来 也不等悟空回答自己 弗利萨直接凝聚一枚足以毁灭地球的大波 察觉到这一幕的悟空很是生气 直接变成超赛形态 坦言不会给弗利萨第二次机会了 说完悟空一个瞬意来到弗利萨的面前 还在愣神的弗利萨没有反应过来 悟空的龟派气功就已经暴射而出 在众人的目睹下弗利萨直接被杀死 可见归来后的悟空实力更加强大 躲在暗中观察的贝极塔很是震惊 看到弗利萨被杀死后才敢冒出头 此时的贝极塔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人 没有悟空其他人面对弗利萨就是飞蛾扑火 自己没有打败悟空之前可不会白白送死 这时悟空让库尔德王滚出地球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地球上的人类 但是对于库尔德王来说自己可办不到 说完库尔德王突然一声怒吼 只见库尔德王的模样开始发生了变化 原来库尔德王真的拥有变身能力 变身后的库尔德王比弗利萨更加强大 看到这一幕的贝极塔直接怒骂悟空是笨蛋 这时悟空已经和库尔德王交手 结果悟空却被库尔德王的尾巴甩飞 看着倒飞出去的悟空库尔德王乘胜追击 还没稳住身体的悟空又挨了一拳 直接被悟空轰入山体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悟犯却对悟空有信心 因为悟空相对于在那每颗星上变得更强了 反观已经站起身的悟空 身上所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 比克看出库尔德王的气已经远超越弗利萨 而克林猜测库尔德王有可能还会其他变身 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悟空开始认真起来了 而库尔德王也朝着悟空快速冲来 结果库尔德王直接撞到悟空的拳头上 只不过库尔德王没有被轰飞 反而看向悟空露出一丝微笑 察觉到情况不对劲的悟空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挨了库尔德王一个膝盖踢 这时库尔德王的手指凝聚能量波 悟空依然没能及时闪躲被轰飞了出去 此时悟空的胸口已经被打伤 不给悟空喘气的机会 库尔德王已经来到悟空的身后 只见库尔德王施展出连续普通拳 无数的拳头打在悟空的身上 很快悟空就从超赛变回常态模样 看着如此狼狈的悟空 库尔德王坦言悟空真是可怜 另一边比克和悟范等人全体支援悟空 但是库尔德王却是一副不屑的神情 随后库尔德王连续放出几道光线 比克等人就像靶子一样全部被击中 此时的克林真的很无奈 全部人加起来都起不到一点作用 就在这时贝基塔终于出手了 贝基塔深知自己无法打败库尔德王 所以打算将地球炸了和库尔德王同归于尽 看到这一幕的克林急忙阻止贝基塔不要这样 但是贝基塔哪里是克林一句话能阻止的 威力强大的大波朝着库尔德王暴射而去 看到这一幕的库尔德王一点都不慌张 只用一只手就将贝基塔的大波弹飞了 看到这一幕的贝基塔很是震惊 而克林这次反而感谢库尔德王拯救了地球 反观此时的库尔德王已经被惹怒了 可怜的贝基塔直接被库尔德王一拳暴打 这时比克扶起悟空说道 刚才的攻击让库尔德王感到一丝害怕 随后又提到当初的拉蒂兹 悟空知道比克的计划 于是打算给比克争取一些时间 比克坦言自己不会像贝基塔一样大吼大叫 库尔德王一定不会察觉到 说完悟空再次变成超级赛亚人形态 只见库尔德王朝着悟空和比克重来 比克直接被库尔德王无视 而悟空也成功吸引库尔德王的注意力 面对库尔德王的猛攻 悟空这次选择闪躲争取时间 而比克则是暗中凝聚魔怪光沙炮 另一边库尔德王继续对悟空展开猛攻 只不过悟空的策略依然是闪躲为主 面对这样的情况库尔德王有些没耐心了 询问悟空难道只会闪躲吗 这时库尔德王告知悟空 自己早就知道比克正在酝酿大招了 听到这话的悟空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在这时天津犯也加入了战局 第三只眼射出的光线虽然被轻易挡下 但是却给比克创造了攻击库尔德王的机会 只见库尔德王这次没能及时闪躲 比克的魔怪光沙炮正面击中了库尔德王 面对穿透力极强的魔怪光沙炮 库尔德王这次确实被打出了伤害 但是比克和库尔德王的实力差距过大 导致这招没能将库尔德王杀死 只见库尔德王的两只手指对准比克 随后一道光线射出将比克轰飞了出去 倒飞出去的比克已经奄奄一息 幸好比克没死不然龙珠就无法使用了 但是比克刚才的攻击还是起到作用了 只见库尔德王的肚子被轰出一个洞 现如今连说话都已经说不清了 可没想到悟空没有吸取教训 看到库尔德王已经兵败如山倒 居然放话让库尔德王离开 但是嘴硬的库尔德王要杀死所有人才罢休 悟空坦言库尔德王已经输了 能捡回一条小命已经很清新了才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贝基塔突然出现 对准库尔德王直接放出一个大波 最终库尔德王只剩下一颗眼珠 其余身体已经化作尘埃了 看到库尔德王被自己杀死贝基塔很是高兴 这时悟空还责怪贝基塔不应该这样 但是就连比克都觉得悟空太天真了 克林和雅木查也认为贝基塔这次做得对 因为库尔德王一旦离开就会改造自己 恢复之后肯定还会来地球复仇 战斗结束后悟犯扑向悟空的怀抱 就在悟空打算施展瞬间移动回家的时候 布马突然朝着悟空冲来 并且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可见即便没有未来特兰克斯 凭借悟空和这些伙伴依然能打败弗利萨父子 没想到年幼的弗利萨也跟上了潮流 穿越到地球上成为归仙人的弟子 反观悟空却成为新的宇宙帝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发生在孙悟范居住的包子山上 这天孙悟范捡到一位异于常人的婴儿 婴儿嘴里一直喊着弗利萨三个字 于是孙悟范为其取名为弗利萨 并且弗利萨没有丝毫的恶意 对大自然和动物都十分温顺 甚至弗利萨还养了一只宠物 每天都精心喂养用心十足 但是孙悟范觉得在弗利萨的身上 隐藏着自己所不知道的秘密 于是孙悟范给归仙人写了一封信 让归仙人亲自来包子山看一看 与此同时在贝吉塔行星上 那巴刚刚占领一颗星球 心想会获得什么奖励吗 可突然拉蒂兹愤怒的声音响起 这是身为打工人抗议的声音 原来那巴不但没有获得奖励 反而刚结束一个工作 老板又安排另一个工作 这时萨伯站出来缓和气氛 称帝王打算把统治领域扩展到边境 所以这不是针对个别人 但是多多利亚就有些阴阳怪气了 让拉蒂兹多多学习身边的同伴 因为贝吉塔比拉蒂兹更能沉住起 总是能保持沉默 以及保持绝对的服从 而且多多利亚还用上了比喻剧 把塞亚人比喻成一次性筷子 愤怒的那巴忍无可忍 直接挥出一拳 多多利亚虽强 却没想到那巴会出手 贝吉塔都觉得那巴有点冲动过头了 回过神的多多利亚 单手凝聚一个大波 怒骂那巴是一只臭猴子 然而霍从口出这句话一点没错 只见一双手瞄准了多多利亚 紧接着一声巨响传来 多多利亚的手臂瞬间被炸断了 然而对多多利亚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只见多多利亚的位置被大波轰炸 很快又一声巨响传来 一朵蘑菇云缓缓升起 出手杀死多多利亚的人 正是新的宇宙帝王卡卡罗特 此时的卡卡罗特还以为 贝吉塔和拉蒂兹以及那巴三人 被自己刚才的攻击杀死了 然而聪明的贝吉塔凭借一招惊脸脱脚 早就趁乱离开了贝吉塔行星 并且让拉蒂兹和那巴关掉探测器 这样一来卡卡罗特就找不到自己了 贝吉塔则是打算躲到一颗遥远的星球上 等实力足够强大后再回来一雪前耻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 雅木查和克林正打算进行训练 只见雅木查的怀里抱着一大堆石头 询问克林准备好了没 时刻准备着的克林让雅木查放马过来吧 只见雅木查一声怒吼 随后朝着克林扔出一枚石头 但是克林凭借巧妙的身法完美躲开 雅木查见状夸赞克林还不错吗 于是打算多扔出几枚石头 只见克林像蜥蜴一样俯卧身体躲开石头 然而还没等克林帅气三秒钟 雅木查扔出的石头就击中了克林 克林捂着自己的脑袋直呼痛死 雅木查见状吐槽克林是个大笨蛋 都说了让克林别太自信就是不听 这时一道声音在两人的耳边响起 克林和雅木查纷纷转头顺着声音望去 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弗丽萨 并且弗丽萨穿着龟仙流的武道服 看到弗丽萨克林居然没有害怕 反而很高兴能见到弗丽萨 雅木查疑或是什么风把弗丽萨吹来了 而克林则是邀请弗丽萨和自己一起修炼 虽然弗丽萨却拒绝了 但是却要说出一件严肃的事情 事情是从弗丽萨刚败入龟仙人门下不久 龟仙人看到弗丽萨整天看漫画都不修炼 但是对于弗丽萨来说根本不用修炼 听到这话的龟仙人很是疑惑 于是弗丽萨解释说道 原来不管弗丽萨做什么 自身的实力都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强 但是龟仙人毕竟是武道宗师 知道弗丽萨按照这样的说法 最终只能达到自身的极限 但是龟仙人话中的意思弗丽萨都懂 只不过弗丽萨如今是缺乏动力 因为没有合适的对手 让弗丽萨很难鼓起干净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弗丽萨很是担心 如果某天自己厌倦了这个世界 谁能站出来阻止自己呢 听到这话的龟仙人都沉默了 察觉到气氛不对劲的弗丽萨 打算出去走一走冷静一下 原来弗丽萨口中严肃的事情 就是内心挥之不去的黑暗想法 克林听完后都有些害怕了 劝说弗丽萨不要说这种话 我们会帮你找到办法的 看到克林和雅木查如此热情 弗丽萨疑惑这就是伙伴的好处吗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上 此时的天神神情无比民众 这时波波先生走了过来 询问天神有什么不对劲吗 天神身为地球的神明 对地球即将发生的危机有所预感 反观茫茫宇宙中有三艘飞船 正是在宇宙中飞行了一年的贝基塔等人 这时拉蒂兹发现前方有一颗星球 模样上可以看出这颗星球正是地球 反观此时的地球上 比拉夫三人组正在寻找龙珠 很快就收获了一颗二星球 为了预防龙珠被抢走赶紧离开这里 于是三人坐着飞机继续寻找下一颗龙珠 可以看到比拉夫三人 竟然已经找到了六颗龙珠 而比拉夫收集龙珠的目的 必然是成为地球的统治者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 我们看到比克正在挥洒汗水 从模样上看可以看出此时的比克 不是老比克而是比克二世 然而比克之所以变得如此有干净 这是因为弗利萨杀死了老比克 所以比克每时每刻都在认真修炼 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会杀死弗利萨 然而每当比克想起弗利萨的实力 一股无力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 最终比克不得不承认 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修炼 永远都无法超越弗利萨 突然一颗仙豆出现在比克的眼前 原来弗利萨不知何时来到这里 即便是比克都没有丝毫察觉 弗利萨让比克吃下仙豆恢复体力 随后很扎心地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获得比克想获得的一切 比克听到这话脸都绿了 随后破口大骂让弗利萨滚蛋 结果弗利萨却突然哈哈大笑 疑惑比克见到自己难道不高兴吗 毕竟我们可是有三四年没见了 还夸赞比克的实力变强了不少 可没想到弗利萨打击人的方法还不赖 坦言比克即便变强了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虽然弗利萨很欠打 但是比克还是极力控制 只说狠话并没有动手 但是弗利萨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打架 反而是因为和平来到这里 毕竟如今的弗利萨可是一位好人 突然比达夫三人组的前方出现三颗流星 弗利萨第一时间感应到 只有比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快反应过来的比克也有所改变 三股强大的气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 反观弗利萨已经朝着气息的方向飞去 比克见状自然没有坐以待比 同样跟上弗利萨的身影飞去 很快三颗流星就坠落到地球上 从模样上看正是贝吉塔三人的飞船 这时内巴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个人 于是通过探测器查探眼前的男子 发现男子竟然是个战武渣 拉蒂兹见状直接放出一个口中炮 眼看男子即将要领盒饭的时候 男子的身后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 贝吉塔第一个察觉到情况不对劲 只见弗利萨的身影出现在男子的身前 而拉蒂兹放出的大波被弗利萨随手画解 可以看出如今的弗利萨 已经成为地球的救世主 这时比克也来到现场 让男子拿着头巾赶紧离开这里 此时的贝吉塔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打算通过探测器看看弗利萨的实力 可突然贝吉塔好像想到了什么 看着弗利萨这张熟悉的面孔 贝吉塔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到我 故事发生在三年前的一次任务中 贝吉塔负责侵占的星球即将爆炸 导致贝吉塔不得不寻找飞船逃离这里 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些动静 这让贝吉塔成功找到一艘飞船 可当贝吉塔走近时发现 飞船里竟然是年幼的弗利萨 对于当时的贝吉塔来说 自然是打算把弗利萨拎出来 可没想到弗利萨突然睁开眼睛 作为冰冻恶魔族的天才 弗利萨刚出手就拥有几十万的战斗力 只见弗利萨施展一招婴儿咆哮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体内奔涌而出 贝吉塔有了童年阴影 回过神的贝吉塔终于确认 眼前的弗利萨就是当年的阴影 但是贝吉塔疑惑弗利萨的实力 难道强大到探测器都无法读取 这时那巴也表示自己的探测器出问题了 比克的战斗力大概在800左右 但是却无法得知弗利萨的战斗力 于是贝吉塔打算使用老办法 看模样是打算对弗利萨出手试探 这时比克有种不要的预感 提议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战斗 弗利萨也赞同比克的提议 坦言自己不喜欢贝吉塔打招呼的方式 可突然贝吉塔率先发起进攻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弗利萨 但是贝吉塔的攻击弗利萨早有预料 都不用出手直接用尾巴将贝吉塔打飞 旁边的比克看到这一幕都吓了一跳 看到贝吉塔砸入碎石堆中 弗利萨和比克开始分配对手 贝吉塔交给弗利萨 其余人交给比克 这时贝吉塔再次朝着弗利萨冲去 弗利萨这次没能及时躲开 贝吉塔带着弗利萨一路飞行 结果弗利萨做了一个手势 原来是故意让贝吉塔击中自己 比克见状同样做出相同的手势回应弗利萨 拉蒂兹和内巴看出贝吉塔这次很生气 离获要不要去帮忙一下 这时比克的身影出现在两人的身后 原来这都是为了将战场转移到没人的地方 与此同时克林和雅木查正朝着战斗的地点飞去 突然波波先生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克林询问波波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波波先生告知克林 大带情况就是外星人入侵地球 克林和雅木查一听很是震惊 这时波波先生让克林和雅木查去天神殿 因为敌人的实力不是克林所能应付的 这时天津犯也来到了这里 因为没有悟空的原因 导致天津犯继承了淘白白的衣钵 就连玉柱飞行的绝学都传授给天津犯 原来天津犯也是被强大的气息吸引而来 此时的天津犯虽然成为一名杀手 但是对波波先生还是很有礼貌 波波先生见状打算将天津犯也带往天神殿 但是天津犯疑惑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如今还有资格踏上天神殿吗 就连雅木查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克林见状就知道两人又要吵起来了 只见天津犯吐槽雅木查 是归先流理实力最弱的人 竟然敢违背天神的意志 于是两人就上演了一场口水大战 克林站在一边都觉得好无奈 这时雅木查开始酝酿最强大招 说出了天津犯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其中饺子的离开是天津犯最难过的事情 果不其然当天津犯听完这些话之后 一直瞬间报表对雅木查已经有了杀意 于是天津犯直接朝着雅木查施展动动波 然而当雅木查回过神后发现 波波先生居然带着克林和天津犯离开了 此时的雅木查很是得意 觉得这次口水大战是自己获胜了 另一边贝吉塔的王子战法刚刚施展完毕 眼前浓烟四起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这时弗利萨从浓烟中走出 看来贝吉塔的王子战法起不到作用 贝吉塔健壮双手凝聚出一个大波 但是弗利萨没有给贝吉塔扔出大波的机会 因为贝吉塔的大波会对地球造成伤害 只见弗利萨的射线从贝吉塔脚下飞过 但是当贝吉塔回过神时 弗利萨的拳头已经来到贝吉塔的面前 只听见砰的一声 弗利萨砂锅大的拳头正面打脸贝吉塔 看到贝吉塔捂着肚子趴在地上 弗利萨觉得自己下手有点重 但是贝吉塔可不会轻易地被打败 只见贝吉塔的双手对准地面 随后发出阵阵的低吼声 地面瞬间四分五裂 随后一道耀眼的光芒冲天而起 远处的比克都能感应到这股冲击 拉蒂兹听到爆炸声很是开心 因为这是贝吉塔契机败坏的证明 此时的比克一脸的沉默 拉蒂兹还以为比克是害怕了 吐槽比克刚才的神器哪去了 坦言杀人之所以是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为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恐惧 反观那巴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疑惑为什么要一路跟着比克 而不是去找吃的填饱肚子 这时比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于是三人开始朝着地面降落 拉蒂兹看到四周空荡荡的 但是对于比克来说却觉得很温馨 因为这里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 拉蒂兹疑惑比克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比克在这里早就准备了一些后手 与此同时弗利萨悬浮在空中 看着地面上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弗利萨坦言自己低估贝吉塔 这招的威力足以威胁到地球了 或许是因为担心地球的原因 导致弗利萨有些大意失神了 让贝吉塔有了可乘之机 然而弗利萨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砂锅大的拳头狠狠击中贝吉塔 这时贝吉塔放出狠话 弗利萨会因此付出代价的 于是贝吉塔寻找月亮打算变成大星星 然而贝吉塔没想到月亮居然不见了 贝吉塔看到弗利萨在嘲笑自己很是生气 可突然贝吉塔就生气不起来了 因为弗利萨摆出一副龟派气功的姿势 很快我们就看到弗利萨版的龟派气功 朝着贝吉塔的方向暴射而出 只见贝吉塔的身影逐渐被龟派气功吞噬 最终贝吉塔的身影被龟派气功带出地球 另一边比克的战斗也即将打下 比克知道以拉蒂兹和内巴的实力 随时都可以杀死自己 比克很感谢两人没有及时下杀手 但是比克可不会心慈手软了 此时的拉蒂兹和内巴觉得比克很可笑 一个人居然妄想浮游汗术 于是内巴让拉蒂兹不要插手 让自己一个人和比克玩一玩 突然比克朝着拉蒂兹和内巴冲去 只见内巴动动自己的两只小手指 比克所在的地面瞬间浓烟四起 仔细看发现有一个瓶子凭空出现 仔细看发现瓶子上写着大魔王封印五个字 这时比克将瓶子扔到拉蒂兹和内巴的身后 比克不给两人反应的机会直接施展魔风波 当拉蒂兹和那巴查决道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因为两人的身体已经无法动态 这时内巴发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在吞噬自己和拉蒂兹 虽然这是比克第一次将魔风波用于实战 但是在此之前比克已经练习了成千上万次 原本这是为弗利萨准备的底牌 所以说比克这是准备十足 只见比克加大对魔风波的力度 拉蒂兹作为实力最弱的人第一个支撑不住 虽然内巴比拉蒂兹坚持的时间久一些 可很快内巴也和拉蒂兹一样 完全陷入魔风波的犀利之中 于是比克抓住机会站在三分线扔出关键一球 随后比克快速闪现 瞬间来到篮筐下移动位置 即便球技再差的人 在比克的操作下都能百分百进球 最终拉蒂兹和内巴直接被封印在瓶子之中 可突然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比克的上方 原来比拉夫是追踪最后一颗龙珠来到这里 另一边弗利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正朝着归仙岛的方向飞去时 弗利萨感应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仔细感应后发现这骨气是雅木茶的 疑惑雅木茶这么晚在小树林里做什么 反观天神殿上天神也发现了雅木茶 于是波波先生打算去把雅木茶接过来 反观此时的雅木茶对自己有点不自信 流中最弱的人吗 突然一道声音在雅木茶的耳边响起 雅木茶转头一看发现说话之人是弗利萨 坦言自己被弗利萨吓了一条 这时雅木茶询问弗利萨外星人入侵的事情 最终得知已经被弗利萨和比克解决了 听到这话的雅木茶瞬间惊呆了 疑惑比克不是一心想杀死弗利萨吗 什么时候两人成为朋友了 本以为地球再次迎来和平时期 没想到这天却有一艘飞船抵达了地球 并且飞船外还露出一条尾巴 然而降落地球的飞船不止一艘 通过报道得知足足有六艘飞船降落地球 此时的归仙人很庆幸自己远离闹事 相信这场风波自己不会被卷入其中 可没想到当归仙人来到窗口面前时 瞬间被窗外的场景吓坏了 因为贝基塔和拿帕以及拉蒂兹卷土重来 甚至还带来了金纽特战队 原来上次贝基塔被弗利萨打败却没有死去 而是回去搬救兵并且还解救了拿帕和拉蒂兹 一道身影来到归仙人的面前 但是归仙人却让对方小心一些 因为自己可是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 但是拉蒂兹要找的人不是归仙人 而是战斗力达到五千的弗利萨 但是拉蒂兹觉得归仙人要是想找死 自己作为一个大好人不介意代劳一下 然而拉蒂兹还没放出大波 弗利萨的拳头就已经熄来 贝基塔和拿帕虽然见识过弗利萨的实力 可再次看到依然被震撼到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某处 我们看到比克同样遭遇了敌人 可没想到眼前的敌人竟然是古拉 正统剧情中是拉蒂兹来地球找悟空 没想到如今变成古拉来地球找弗利萨 突然比克抓住古拉放松的机会发起攻击 只见古拉所在的位置浓烟四起 按照有烟无伤的定律古拉被吴大碍 果然比克的身后突然传来古拉的声音 然而当比克反应过来是已经为时已晚 古拉双手抱拳直接将比克击落 随后古拉朝着比克快速冲去 但是比克也是有些实力 调整好降落的方向后对准古拉 只见比克将自己的嘴巴张开凝聚大波 面对比克突如其来的反击 古拉因为处于下冲状态无法躲开 然而古拉身为弗利萨的大哥实力更加强大 以至于我们看到比克的大波被一拳轰飞 并且通过探测器得知刚才的攻击 已经达到7500的程度 这时古拉朝着比克狠狠踢了一脚 面对古拉比克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并且古拉还没有认真起来 只见比克愤怒的眼神看着古拉 然而比克却没有下一步行动 因为古拉刚才的攻击已经让比克晕了过去 面对比克这样弱小的人物 古拉觉得没有任何威胁都懒得将比克杀死 反观此时跟上贝基塔前来的激扭特战队 直接被弗利萨展现的实力震惊到 此时的吉斯难以相信 要知道自己可是精锐 贝基塔让吉斯等人赶紧跑路 弗利萨这个人打的就是精锐 不用贝基塔说吉斯已经提前跑路了 可怜的拉蒂兹看到自己被抛弃 恨不得将自己的队友千刀万剐 然而弗利萨并没有前去追击 而是来到拉蒂兹的面前 面对死亡即便是拉蒂兹也害怕 于是请求弗利萨饶了自己 然而弗利萨也很喜欢弱者对自己求饶 这时龟仙人也提醒弗利萨 如果要杀死拉蒂兹就给对方一个痛快 没有必要折磨对方 然而弗利萨却说龟仙人不懂 原来弗利萨已经恢复了记忆 知道拉蒂兹是为自己的杀父仇人败事 说完弗利萨一拳将拉蒂兹轰飞了出去 然而拉蒂兹因为不知道弗利萨的身份 所以根本不知道弗利萨在说什么 但是弗利萨可不管拉蒂兹懂不懂 因为接下来弗利萨要给拉蒂兹送盒饭 只见拉蒂兹的身体开始快速衰老 看来弗利萨的狠拉性格已经刻在骨子里 此时的龟仙人都摘下眼睛不忍心看了 反观弗利萨却无比的兴奋 虽然不再是宇宙帝皇 但是弗利萨依然喜欢开烟花 于是拉蒂兹的身体就像烟花一样绽放 此后的拉蒂兹还被弗利萨吐槽是可怜虫 这是龟仙人询问弗利萨刚才说的事情 疑惑弗利萨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自己 还询问弗利萨难道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过去 面对龟仙人弗利萨还是会约束自己 坦言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 因为敌人还没有完全被清理 并且弗利萨还告知龟仙人如果自己回不来 让龟仙人别忘了自己是爱你的 与此同时已经跑路的贝基塔等人 索菲网的目的地正是古拉所在的地方 吉斯自信古拉能将弗利萨打败 而古尔多疑惑弗利萨认出自己了吗 结果吉斯却怒骂古尔多 坦言弗利萨当然认出我们了 可突然贝基塔却发现前方有点不对劲 原来地球上的月亮没有被毁灭 并且今天刚好是满月的日子 这时古尔多疑惑贝基塔站在原地干嘛 甚至还怒骂贝基塔是没用的猴子 反观此时的贝基塔两眼翻白 吉斯这时才想起赛亚人看到满月会变身 很快我们就看到哪怕变成了大星星 只不过吉斯和古尔多反而愣住了 因为哪怕没有头发的原因 即便变成了大星星依然是光头的模样 杀鲁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平行宇宙 按照龙珠超中的设定来说 每一枚时间戒指就代表一个平行宇宙 例如未来特兰克斯的宇宙 是孙悟范被杀死特兰克斯活了下来 但是在另一个宇宙却是特兰克斯被杀死 活下来的人反而是孙悟范 然而还有一个宇宙是杀鲁大赛期间 被杀死的人不是悟空而是孙悟范 只见16号的脑袋被杀鲁一脚踩爆 杀鲁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激怒孙悟范 然而孙悟范并没有像正统剧情中一样爆发 反而从超赛变回常态模样 坦言自己还是小孩子所以办不到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和特兰克斯无比的震惊 孙悟范居然将自己的气降下来 只见孙悟范跪在杀鲁的面前 请求杀鲁让那些小杀鲁住手 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孙悟范 杀鲁不但没有开心反而脸色难看 坦言孙悟范简直是个垃圾 白白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真的是期待越大失望就越大 这时我们看到克林等人都被打败了 杀鲁健壮给小杀鲁下达新的指令 因为此时的孙悟范已经不值得自己出手 所以杀鲁让小杀鲁替自己杀死孙悟范 只见在三只小杀鲁的猛攻下 孙悟范身受重伤却没有还手 这时杀鲁发现特兰克斯和比克前来支援 结果放出的大波一分为二将两人击落 看着面朝黄土的特兰克斯 以及翻白眼的比克 此时的悟空无比的愤怒 于是悟空一个暴气将身边的小杀鲁震开 随后悟空朝着悟范的方向快速飞去 可没想到刚飞到一半就被杀鲁擒重 这时杀鲁用温柔的语气 对悟空说出恶魔般的一番话 杀鲁要让悟空亲眼目睹悟范变成一滩血液 随着悟空撕心裂肺的怒吼声响起 我们看到杀鲁直接将悟范的脑袋踩爆 随后杀鲁又朝着悟空踢出一脚 只见悟空的身影从空中快速下坠 一声巨响传来是悟空砸落地面的声音 但是悟空很快就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随后第一时间来到悟范的面前 任由悟空呼喊悟范已经无法回应了 悟空的脑海中回忆起悟范小时候的模样 但很快悟空就意识到悟范真的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膨胀的杀鲁在雷区蹦底 坦言悟空其实损失不大 因为对于战士来说孙悟范是个别搅和 甚至说出孙悟范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 沙鲁的这番话刺激了悟空的神经 只听见悟空一声怒吼让沙鲁再说一遍 并且此时的悟空被无数的雷光缠绕 这正是超级赛亚人二形态的特征 此时的沙鲁神情无比凝重 坦言事情变得有趣了 认为悟空之前欺骗了自己没有拿出权力 但是沙鲁对自己依然很有自信 然而贝基塔却知道 悟空如果隐藏实力自己肯定能看出 随后贝基塔反应过来 看出悟空此时的形态才是真正的超二形态 随后又以极快的速度回到原来的位置 沙鲁还感谢悟空把垃圾带走 这时悟空产生了心魔 脑海中出现悟饭只问自己为什么不救我 不但没有就还站在一旁看着是何居心 无论是悟饭还是沙鲁的话都让悟空很自责 只听见悟空一声怒吼 双手举起瞬间发射出七个大波 沙鲁和贝基塔都被悟空的气势震慑到了 只见贝基塔周围的四只小沙鲁被大波击中 随后是沙鲁身后的三只小沙鲁也没能幸免 这时还有一只比较顽强的小沙鲁没死 结果悟空上来捕刀彻底粉碎所有小沙鲁 沙鲁的神情有些难看 贝基塔震惊悟空突然变得沙法果断 更震惊的是自己都无法奈何的小沙鲁 悟空只需要一招就将其秒杀了 此时的沙鲁咬牙切齿夸赞悟空不错 但沙鲁希望悟空还能做得更好 然而沙鲁刚说完话口水就飘出来了 原来是被悟空一拳狠狠击中了肚子 但是悟空的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 随后又是狠狠的一脚让沙鲁口吐鲜血 突然悟空手上多了一个小袋子 原来是悟空趁机把仙斗抢了回来 反观此时的沙鲁脖子已经被打断了 这让沙鲁有点怀疑人生吗 疑惑悟空只用两招就把自己打成重伤 甚至让自己都无法防御 难道悟空真的超越自己了 可这时沙鲁却告知悟空 获胜的方式不一定要靠战斗力和速度 只听见沙鲁开始用言语惹怒悟空 坦言悟空是为了获得力量而害死亲儿子 听到这话的悟空果然被惹怒了 朝着沙鲁愤怒冲去 然而悟空因为失去理智的原因 导致自己的攻击已经让沙鲁跟上节奏 贝基塔也看出悟空失控了 这会让自己容易受到攻击 没想到贝基塔的嘴巴开光了 刚说完悟空就被沙鲁困住 随后沙鲁的左手控制一根大石柱 右手同样控制一根大石柱 最后沙鲁的双手进行合璧 悟空渺小的身影直接被两根大石柱夹在中间 此时的沙鲁吐槽悟空无法控制超二的力量 而沙鲁也趁机凝聚自己的权力一击 全功率的龟派气功直接命中两根石柱的中央 此时的沙鲁以为这场战斗算是结束了 可突然沙鲁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的震惊 原来刚才的攻击对悟空是有烟无伤 悟空坦言沙鲁如果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么接下来沙鲁就要死翘翘了 另一边特兰克斯缓缓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无力 但是塞亚人的生命力很顽强 特兰克斯没用多久就站了起来 随后看到不远处的比克并不像自己幸运 可特兰克斯依然能感应到比克微弱的气息 突然特兰克斯被悟空强大的气息所吸引 第一次见到如此疯狂和激烈的气息 特兰克斯不知道悟空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悟空将手中的仙斗扔给特兰克斯 让特兰克斯带着还活着的人离开 看到这一幕的沙鲁很生气 明明是自己的主场悟空却反客为主 突然悟空来到沙鲁的面前 告知沙鲁现在你可没空四处乱看 说完悟空一招上勾拳挥出 沙鲁就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这时特兰克斯吃下仙斗 瞬间发现原本被贯穿的肩膀瞬间好了 恢复后的特兰克斯才发现 残血的比克被贝基塔无情地拎起来 吓得特兰克斯赶紧让贝基塔小心一点 很快比克吃下仙斗后也苏醒了过来 后来的比克立马询问悟犯在哪里 结果却从贝基塔口中得知噩耗 无论是特兰克斯还是比克都无比的震惊 几分钟后比克看到悟犯的尸体 责怪自己不够强大无法拯救悟犯 不得不说比克的模样比悟空更像轻爹 这时特兰克斯让比克别伤心龙珠能复活悟犯 奈何此时的比克已经完全沉醉在悲痛之中 这时贝基塔有些不耐烦了 告知比克这里是战场不是哭丧的地方 赶紧带着悟犯离开这里 结果特兰克斯和比克都飞走了 没想到却把撒旦留在了这里 另一边沙鲁被悟空虐得没有还手之力 甚至两眼翻白口吐鲜血 最终沙鲁无力地倒下了 但是悟空知道沙鲁还没有死去 如果沙鲁就这样死去会让自己很不爽 就在悟空打算继续进行时 贝基塔突然阻止了悟空 吐槽悟空也是一个喜欢折磨他人的人了 虽然悟空比自己先领悟了超二 但是却被这股力量控制让贝基塔觉得可耻 随后贝基塔将悟犯搬出来 瞬间就让悟空恢复了不少理智 于是贝基塔接替悟空打算趁着沙鲁残血抢人头 此时的贝基塔居高灵下俯视身下的沙鲁 没想到沙鲁也有害怕的时候 询问贝基塔不会杀死一位倒下的战士吧 沙鲁还想恢复体力给贝基塔一场盛大的战斗 只见贝基塔伸出自己的手掌 沙鲁看到这一幕瞬间从贝基塔身上感到了温暖 最终贝基塔和沙鲁两人的手彼此握紧 然而沙鲁还是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贝基塔直接将沙鲁甩到空中 害得沙鲁在空中不断怒骂贝基塔 但是贝基塔已经受够沙鲁这个机器了 双手全力凝聚终极闪光 随着终极闪光朝着沙鲁暴射而去 我们看到沙鲁的身影被大波逐渐磨灭 变回常态后的贝基塔询问悟空 刚才用来对抗沙鲁的形态是什么 可突然贝基塔两眼发慌 只见贝基塔的胸口被一道光线贯穿 最终贝基塔毫无征兆倒在悟空的面前 而出手攻击贝基塔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满血恢复并且突破到超二的沙鲁 看着气息冲天而起的沙鲁 实力已经不亚于超二的自己了 让悟空很疑惑沙鲁不是被杀死了吗 原来沙鲁只要还有一颗细胞存在 凭借自己完美的躯体就可以恢复 再加上沙鲁体内有塞亚人的细胞 冰死复活后实力会更加强大 所以沙鲁坦言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听到这话的悟空很愤怒直接变成超二 随后坦言沙鲁说的话把自己斗了 自己只需要把沙鲁打得扎都不剩就可以 紧接着悟空感知到贝基塔还有微弱的气息 换个战场前还夸赞贝基塔是个硬汉 说完悟空直接施展出太阳拳 此时的沙鲁已经猜到悟空要做什么了 但是沙鲁没有反抗而是配合悟空 于是悟空来到沙鲁身后施展瞬间一动 两人的身影直接从原地消失 很快沙鲁就来到了决战的地点 结果沙鲁先发制人抓住悟空的手臂 随后直接将悟空按倒在的 超二的沙鲁有点用力过猛 悟空直接被按入图里只剩下一只手掌 但是悟空的手掌却对准沙鲁放出大波 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到沙鲁 但是悟空真正的用意却是趁机来到沙鲁身后 随后悟空双手抱拳成功击中沙鲁 但是如今的沙鲁金飞西比并没有砸入地面 甚至还成功反击一拳打脸悟空 随后又是一个膝盖踢让悟空口吐鲜血 此时的局势再次倒向沙鲁这边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上 李克和特兰克斯成功召唤出神龙 并且向神龙许愿复活被沙鲁杀死的人 只见原来一脸憔悴的孙悟反 瞬间精神焕发复活了过来 看到孙悟反复活众人无比的开心 这时特兰克斯告知悟反沙鲁变得更强了 继续下去悟空有可能会被沙鲁杀死 克林一听立马就不高兴了 坦言悟反刚复活怎么能去战斗呢 随后克林又试图拉拢比克 看样子是不打算让悟反去参加战斗 但是比克也知道要是不将沙鲁打败 等悟空被打败后所有人都会死 只不过比克把选择权交给了悟反 另一边悟空已经有些精疲力尽了 这时沙鲁觉得这场战斗已经毫无意义了 原来沙鲁感知到悟空和自己的每一次交手 都会让悟空的力量逐渐流失 用不了多久悟空就完全没有危险了 随后沙鲁开始凝聚龟派气功 感谢悟空给自己一场不错的悟空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延习是时候结束了 作为对悟空的尊重 沙鲁打算让整个太阳系和悟空一同陪葬 悟空见状通过凝聚龟派气功 坦言不打败沙鲁自己是不会死的 只见悟空和沙鲁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 很快两人的龟派气功彼此碰撞在一起 可以看到此时的悟空有些艰难 反倒是沙鲁觉得悟空有点不给力 就在悟空觉得沙鲁实在太强 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 可就在这十节王突然联系悟空 让悟空千万不能就此放弃 因为沙鲁要是活下去的话 接下来将会是整个宇宙的灾难 就在这时悟空想到了一个绝招 虽然悟空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 能坚持多久的时间 但是在悟空倒下之前会打败沙鲁 只见悟空喊出戒王二子 身上瞬间出现一股红色的气场 当悟空喊出最后一个拳字时 原本被沙鲁压制的悟空 瞬间局势逆转反压了沙鲁的龟派气功 此时的沙鲁不敢相信悟空哪来的力量 眼看沙鲁即将要对拨失败的时候 悟空却震惊地发现沙鲁又搬回来 这让悟空很疑惑沙鲁又发生了什么 只见在沙鲁的身上 同样出现和悟空一样的红色气场 没想到沙鲁居然也学会了戒王权 导致悟空唯一的优势瞬间也没了 眼看沙鲁的龟派气功逐渐压制悟空 就在沙鲁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沙鲁却震惊地发现了什么 只见有五道光线朝着沙鲁所在的方向吸取 而悟空的身边也多了一道身影 正是刚被复活的孙悟范 有了孙悟范的加入后 悟空的龟派气功稍微占据了一点上风 反观另一边比克和特兰克斯等人 正在沙鲁的身后进行助攻 可突然沙鲁的气息变得更加强大 原来是因为沙鲁将界王权提升到三倍 随后沙鲁又将这股强大的气息从背后散发 使得克林和特兰克斯等人都被吹翻了 反观此时悟空父子联手也无法抗衡沙鲁 悟空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可就在这时悟空却发现悟范的异常 随后悟范突然爆发出和悟空相同的气息 只见孙悟范在关键时刻成功突破到超二形态 看到自己的儿子拥有如此力量 悟空的神情中无比的震惊 因为悟范的突破让悟空看到了机会 于是父子两人再次全力爆发施展龟派气功 沙鲁千不该万不该和孙家人对波 胜利的天秤已经到向悟空这边了 这时沙鲁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直接将界王权提升到四倍的程度 可突然悟空和悟范发现身后有一个大波险案 只不过这个大波却是帮助悟空对抗沙鲁 仔细一看原来是贝极塔也被神龙复活了 贝极塔让悟空别看了赶紧将沙鲁杀死 于是悟空和贝极塔以及悟范三人合力 龟派气功瞬间获得金色符文的加持 沙鲁连抵挡的能力都没有就被大波带走 这时悟空也感觉自己要到达极限了 坦言自己为悟范感到自豪 反观沙鲁的身体正在分解 很快就变成细胞状态 最后沙鲁连细胞都被轰摸了 此时的孙悟范已经感知不到沙鲁的气息 就在孙悟范高兴地看向悟空的时候 神情却突然变了还流下了泪水 就连贝极塔也怒骂悟空是个胆小鬼 只见悟空已经没有任何气息倒在地上 最终以悟空牺牲为代价 给这场战斗画上了句号 好